本期时间7点18分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昨天上午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古尘船整体打捞与保护工程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在上海正式启动 经过六年多水下考古调查勘探 初步探明了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基本情况 长江口二号古船为木质帆船 确认年代为清代同质时期 所在水域水深8到10米 船体埋藏于5.5米的深淤泥中 古船残长约38.5米 残宽约7.8米 以探明有31个舱室 从目前的探测情况来看 古船船型 疑似为明清时期在长江水上运输广为使用的平底沙船 通过选取前后 其中四个舱室进行了小范围的清理 均发现舱内有马放整齐的景德镇窑 瓷器等精美文物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继35年前发现的 广东宋代南海一号真船之后 我国水下考古又以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 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体量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 预计船在文物数量巨大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 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 科学和艺术价值 这次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采用的是整体打捞技术 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动画来演示 看一看古船如何重建天日 首先打捞团队要在古船底部建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沉箱 这个步骤相当关键 打捞团队将以顶尽发射机架驱动22根巨型弧形钢梁 通过一系列的精巧技术手段 把长江口二号古船及其附着的厚厚泥沙与海水包裹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沉箱再进行打捞 接下来好戏要登场了 上海打捞局为长江口二号古船量身定制一艘中部开口的工程船 近一万吨的沉箱被打捞上来后 可以严丝合缝地嵌入工程船敞开的中部 接下来就是迁移工程 长江口二号古船将从沉船位置经过崇明岛恒沙岛绕一大圈后运送到船雾 这个过程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 再往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上海是将利用两个老船物和保留的历史建筑来筹建 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 它将是一座活泰的博物馆 可同步开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展示教育 以及考古与非遗活泰体验 国际水下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等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还好